挑的嗎 對啊 熟不熟 還可以 還可以的 妳們從以前唱歌的時候 全部是唱台語歌吧 比較多 幾乎都是台語歌 家蓁呢 我也是 對 我就想我們現在台灣的年紀 就是這個十幾歲的 只有兩種歌可以唱 要不然就中南部再唱台語歌 北部的小孩子 絕對是跳韓語歌 韓文 韓文的歌 每個到節目表演 都是跳韓文的歌 要不然就像中南部比賽 就唱台語歌 對 好像已經沒有人在唱國語歌 中間 比較少 比較少 所以平常都聽什麼歌 平常會聽一些 英文歌 國語歌跟台語歌都會聽 有涉獵要廣對不對 對 家蓁呢 國台語 然後英文 韓文 對 都聽對不對 對 因為那個節奏 肢體還是要訓練 對 所以妳們有去學舞蹈嗎 現在 我有 妳呢 之前學過 現在沒有 那妳為什麼在那麼黑 喜歡運動嗎 對 那個 跆拳道 然後每天都在外面跑 妳是跆拳道選手 對 為什麼 是爸爸媽 我們家是跆拳道世家 我是全國冠軍 爸爸也是 然後 然後嬸嬸是世大運的冠軍 然後 叔叔更厲害 叔叔就是那個 奧運金牌的教練 也獲得過亞運金牌 是 妳現在幾段 現在三段 三段 踢跆拳道會不會影響歌 會不會 跆拳道要喊嗎 喊 妳會不會 不是這樣喊吧 對 真的啊 跆拳道是不是這樣喊 要不然怎麼喊 差不多就那樣 妳喊一個聲音 妳喊一下 3 有一點軟 你平常 平常練習的時候怎麼喊的 妳要彈出來 1 2 3 3 對 可能還要比這個大聲一點 所以他跆拳道高手 那妳會 來比賽跆拳道 來比賽唱歌 小朋友來這邊舞台上 學習一些經驗 來這邊當然都可以 要學習唱歌 我們五位評審都很厲害 對 我想請家蓁 妳想聽哪一位評審 來做妳的講評 丁曉雯 丁老師 丁老師請 家蓁今天選這個歌很輕快 其實很好聽 但是老師想要問家蓁 妳平常唱的歌 是不是多半都會選一些抒情歌 比較苦情的嗎 大部分比賽都是 都是 對 好 為什麼老師這樣子問 因為這個歌 比較輕快 比較活潑 但是妳唱起來的表情 還是有膽巴苦的 就是說妳的動作 肢體 都很開心 還有很可愛的動作 但是妳的聲音表情裡面 還是有一點點沉重 所以這就是可能 妳平常大部分唱抒情歌 都是比較感傷的歌 哀苦的歌 所以妳的聲音習慣了表情 就會用這種表情來唱歌 但是這個歌需要比較活潑輕快 所以我覺得家蓁以後呢 唱這樣子類型的歌的時候 可以錄起來 不是只是聽音準準不準 不是只是聽拍子準不準 而是要聽妳的表情對不對 這個歌是快樂的歌 有沒有聽到快樂的表情 因為妳現在才十幾歲 可是以妳現在唱歌的這個程度 已經非常好了 妳要慢慢慢慢進步跟進階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不是拍子跟音準的問題 就表情的問題 好 這要幫助妳進步 所以以後練習的時候 記得把它錄起來 自己聽聽看 開心的歌夠不夠開心 哀傷的歌 會不會聽起來覺得心裡一陣痠 這是很重要的練習好不好 好 家蓁其實很不錯 但是因為正好正在變聲的階段 所以有些高音比較緊 比較控制不住 有的時候太用力會鼓鼓 所以妳現在唱到高音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不要用妳的嗓子硬勢去擠那個音 妳要慢慢想 就是說那個高音的共鳴 妳要想像它是一個很大的音箱 用這樣子去練發聲 這樣子比較不會傷到妳的嗓子 好不好 好 加油 謝謝老師 有聽清楚嗎 就是歌妳自己聽有沒有很愉快 它是一個很愉快的歌 可是妳唱 因為可能過去他們比賽都是 分到很 都是很悲情的歌 因為台灣小孩子比賽都很悲情 對 什麼 古魯的玩夢 流流都在那邊 弘昏的故鄉 比較能表達明確的情緒 對 當她唱這種輕快的歌的時候 還是停留在那個情緒上 所以情緒要改變 接下來家蓁妳想聽哪一位老師 秀蘭瑪雅老師 來 請 家蓁唱歌 我覺得很有那種 真的是小朋友同心的那種感覺 因為其實我們以前在看 以前其他台就是 真的很厲害的那些小朋友 唱那個台語歌已經是 比我們大人唱歌還要灑狗血 然後還要唱的那種感情豐沛 好像他才十歲 他已經經歷過十段感情那種感覺 然後聽妳唱歌就是一個很舒服 然後小朋友很天真爛漫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非常好 妳今天的颱風非常的穩健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妳今天最大的一個優點 是妳的音準很好 很準 那再來就是 因為妳唱這首歌叫 夢中最傻人 妳有 妳有真的仔細的去看過歌詞嗎 有 那妳在唱這個副歌的時候 妳有 有沒有一種就是比方說想媽媽也好啊 或者是比方說妳可能今天住在外面 想家裡的那種感覺 有這種想念的感覺嗎 有啊 就是在想念 親朋好友 遠方的親朋好友 那妳的思想非常正確 那就是 那這一方面妳有的話 那可能就是 妳要再多一點點的技巧部分了 可能要再聽一下這個主唱 或者是其他一些思念的歌 他們有用什麼樣的技巧 來唱這種思念的感覺 那只有一點點搶拍而已 以後再唱歌的時候 再注意一下就好了 很好 加油 謝謝老師 我們來看宋佳蓁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分數慢慢來到 87 88 89 90 小數點繼續往上跑 91 恭喜得到91分 同樣13歲的江家瑩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 請給分 佳蓁今天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87 88 89 89 90 小數點 得到的分數是90.2分 恭喜 宋佳蓁獲勝 恭喜獲得5000元獎金 兩位小朋友都很棒 但是每一次的經驗都要寄到 是 兩位握手一下 謝謝 希望你們繼續進步 繼續加油 稍微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